Hello 大家好 我是雨风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一就是咱们的李小龙对阵的一个超精彩的对阵视频 那么这场比赛由我们的李小龙对阵印度国花 印度国花相信大家都知道什么概念 所以说这场比赛很有看点 那这位女选手也是仰慕了李小龙许久许久 终于她是找到了一个挑战李小龙的机会 所以说今天来挑战李小龙的话她也是立下一个豪言 如果说这场比赛她赢了 那李小龙必须要和她谈一场这个轰轰动动的大恋爱 所以说这场比赛其实是这个饱含了这个爱恨纠缠的 这场比赛很精彩很精彩 不单单是咱们这个比赛的内容 还有一些其他的意义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选手数据 对手这位印度选手的话是27岁 5.6人是116磅67的臂展 这位选手的机会也是为爱出战 27岁也是正值花铃 比李小龙稍微小一点 那么这场比赛的话也是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发挥 现场的观众也是都在起哄 他们都知道这场比赛是非常的有看点 现场的观众 哎呀一直在大喊大叫的拍张 可以看到后面还有观众站起来鼓掌 而后面李小龙这三个黄色衣服的男人都是李小龙的徒弟啊 今天也是带着出来见见场面 见见大场面啊 这次的比赛也是在李小龙的这个拉斯加斯场馆打响 这场比赛也是很好看啊 很好看 感觉是很好看 那么我们的主持人也是说 East Time是时候准备开打了 将要进行一个最后的选手数据介绍 介绍一下选手来自哪里 给我们现场的观众说一下 这位选手的话来自印度啊 来自印度 这边的话我们的李小龙 来自我们的中国香港啊 我们龙哥也是UFC创始人 节线道之父 很强大 很强大 也是用自己的这一代功夫 影响了很多这个拳击选手啊 龙哥这边是公权 以示敬意 这个就是传统功夫的一个武德啊 武德的体现 这边我们的裁判 把两位选手交到不太重要 进行一个规则的讲解 说一下今天的比赛啊 这个这场比赛的话 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什么什么什么啊 没问题 蹦一个爆炸的手势啊 很爆炸 那么李小龙 也是正面开打 双方碰拳 上来是两发直冲拳就打出去了啊 丝毫没有留下层面 哎呦 这边的话又是一记爆拳 拉开了距离 李小龙并没有贸然出手啊 左勾拳 右勾拳 横扫一拳 对球是慢慢往后退 李小龙一个跳踢 又是一个跳踢 哎呦 好狠 又是一个直动腿 踢一下下盘 直接踢倒 这一下够 够稳的啊 李小龙这一场的话 感觉进攻路出还是很稳的 丝毫没有淋香细遇 双方互贴 哎呦 又是一个横扫踢 李小龙躲过 一个西点 雷龙这一下是直接被踢到了墙上 慢慢往前逼近 还想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出手 一个正正腿 对手是往后撤退 感觉这个印度过滑也是有备而来啊 招数还是很猛的 哎呦 踢得下 这条龙下巴 一个右踢 再压一个右股腿 这一下是打得非常爆炸 而比赛时间还有50秒 李小龙踢掉一脚 被刀枪脚 一个左踢腿 两发冲拳 这套组合技打出来 非常稳 踢一下下盘 哎呦 这边李小龙想进攻 被一拳砸了回来 跳踢横扫 哎呦 一脚被踢到 夹住 一拳 时间到了 那么这场比赛的话 将由我们的裁判进行一个判法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两位选手 到底是谁 将获胜呢 裁判的话 将以整场的一个积分来判断 来看一下 最终 比赛的胜者是